HELLO 大家好,小朋友Nioです 今天就教你如同标题一样 就是整个大世界系统没有教你的事情 还有一些高手才知道的一些细节 还有一些小撇步 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四气低下 四气低下呢,它其实就是你在战斗中超时 或是你骑剑大破 总之你没办法胜利的情况下 你出来就会给你这个所谓的四气低下 那四气低下的这个能力就是你这个舰队 所有人的能力都会下降 什么炮击啊,航空啊,雷击这些都会下降 就算你补好补满之后,进去打 其实也不是这么的有效 因为你的整体能力下降 活力出不来,坦度也出不来 所以通常你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都不建议你连续作战 那怎么消除这个四气低下呢? 有三种方法,第一种你回港口 使用这个舰队台编程 重新编排至舰队之后呢,它就可以消除这个四气低下 另外一个,使用这个舰队准备 这个直接花50点行动力 就可以直接消除这个四气低下 不过这个是有四气低下的 舰队台编程一样也有四气低下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获得一场战斗胜利 你第一队四气低下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第二队去打一场战斗胜利 马上就可以回复你的这个四气低下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大世界另外一个debuff 就是这个红板手 红板手是你这个船在作战中的时候呢,直接大破 就是沉船啦,不管你是胜利或是失败 只要你有沉船出来之后就会出现红板手 那哪怕你是用那个维修道具去修去补 它一样会带有红板手的这个特效 那这个红板手的效果呢,就是你这艘船不能使用任何技能 每次战斗中都不能使用任何技能 哪怕你的旗舰效果,你的弹幕效果 或是你的自强化啊,一些防御效果都不能使用 那要怎么去回复这个红板手效果 一样,我们可以回这个港口使用舰队再编程 重新编队之后才可以再做红板手的消除 另外一样,舰队准备,一样修好修满 再来,就是直接回港口,直接花壁大修 一次修好修满,这样就只可以去除我们红板手的这个效果 好了,相信透过上面的讲解应该对于这些debuff的这个回复效果 回复手段应该有所了解了 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据点站你可以把船开到边边 然后从边边回到你家的港口 所以回到港口里面,回复的手段就很多了 你要整边也好,你要大修也好 基本上你要回复的手段有很多 然后回复完之后呢,你再回去这个据点,继续打,继续刷 那有人会问,如果是跑到这个深渊的话怎么办 深渊不能脱离,那如果在深渊站我有打到士气低下的话,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深渊站里面 在任何的左下角或右下角里面都会有个小怪 只要你是士气低路的情况下,你可以留一艘船 去打赢这个小怪,让整个舰队的士气回复过来 那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千万要注意不要获得这个红板手 因为红板手我们刚刚也讲过,除了你这个枕边 跟使用这个行动力去做维修之外 你不能透过回港口大修的手段 所以这边你要注意,如果你没办法说 确保你的船能够安然的下装不要大破的话 请尽量使用你这个手操 使用手操来避免大破 剩下的,你可以用这个维修道具补好补满 那士气低下也可以使用这个战斗生力 来做一个回补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有关这个据点站的一些小撇步 那据点站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打小王 那一般据点怪前面都会有一些小怪挡入 那我们脱离的话,我们会脱离到原来的位置 那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第二队去阻挡我们要脱离的位置 这样如此一来,第一队脱离之后呢 就会脱离到第二队的相反相对的位置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法来减少道中的损伤 直接打小王 那这个方法跟羊流也是一样的 在羊流上面呢,我们可以用 也是用人物这样堆叠的方式,阻挡的方式 去把这个人物越跌越高 这个路线阻挡的这个撇步在很多地方都很适用 这招要学起来 再来另外一个撇步呢 就是系统后面才优化的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地图的这个格式 地图的海域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叠起来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深渊 我们的据点,我们的一般地图 在这个地图的左下角有个方框 点开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一般的探索海域 甚至一般的这个据点站 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选择 所以你不用怕说,我的深渊 我的这个据点 卡到我要打的这个目标 没关系,你直接这边选择之后 就不会去影响到说 我会被这些东西给卡住 不会被这个据点,不会被这个深渊卡住了 所以这边还蛮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优化的 这招学起来 对你这个推图的这个帮助会很大 好啦,以上是今天对于这个大世界作战的一些小撇步 小方法,小技巧 或者是你有其他我刚刚没有讲 或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小技巧 你也可以分享到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那我是草莓牛 我们下次见啦,拜拜